你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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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请坐 来 坐 坐 坐 来 坐 该来的都来了吧 能来的都来了 开始吧 好像还差一个人吧 怎么 司马书记 在安平还有什么熟人吗 没有 我说的是啊 咱们大家都熟悉的那个人 红局 那个红局长好像没有来吧 这个 不大合适吧 有什么不合适的 不打不成交嘛 如果方便的话 那还是请红局过来一下 司马书记喝酒是海量 做人更是海量啊 那好 部主任 赶紧把红大纲叫过来 给司马书记敬酒 今天是旭总 为司马书记接风洗尘 旭总 开始吧 好 各位领导 我就不多说了 其实我和司马书记是老同学 所以我敬一下地主之仪 来 我敬大家一杯 来来来 司马书记 好 张书记 来 好 好 司马书记 我 我是来 向你赔罪的 赔罪倒不用了 我今天是特地请你来喝酒的 我听说你很喜欢喝酒 一天不喝你就没力气 两天不喝就没精神 我还听说 你不仅爱喝酒 而且还很能喝 是一瓶不醉两瓶不倒 算的是酒中神酒中仙了 酒中仙了 来吧 给我们表演一下 坐下喝 司马书记 你 你怎么这样 我 我有权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这不是你叫的吗 我现在有权了 我现在让你喝酒 喝 是 一打 是 吃 進来 吃 吃 不可能 不可能,不可能 不可能,不可能 看来 孔居长的酒量 也是独有勋鸣 扶他到沙发上躺一会 来 我敬各位一杯 没人都得喝啊 来来来 来了 是你啊 请进 请坐吧 什么事说吧 司马书记 上次你到安庭来 我得罪了你 昨天晚上你叫我喝酒 我也喝了 我知道 在安平 我是你手上的面团子 你想怎么念就怎么念 我洪大纲是条汉子 做错了事情我承认 但是 我不愿意一辈子任人宰割 整天急性吊胆的防治人 直说吧 想怎么处理我 来个痛快的 你先坐下 洪局长 你说我公报私仇 也许我还真有那么点意思 不过 你仔细想过没有 我这么做 还有一点别的什么意思吗 洪大纲 你不是要痛快的吗 那我现在就答复你 你是要警服还是要酒瓶子 要警服就把酒瓶子给我扔了 你如果还抱着酒瓶子不放的话 那就离开公安队伍 别惦恶了你这身警服 这倒是个心情吗 那好吧 今天就先谈到这儿 好 有个事事先跟你通个气 你的任命马上就要下来了 张市长对你印象不错 希望你好好干 司马书记 以前我得罪过你 你怎么还 提拔你可是组织上的事 不是我个人 我个人嘛 通过最近的工作 对你了解也不少 要说还有什么的话 其实我也有错 希望你多多包 别往心里出去 等人民下来了 找个机会 原生汉城 咱们一块喝两杯 不过工作的时候 可不能喝酒 我戒酒了 戒酒了 对 上次你把我灌到以后 我下决心见 见了好 那咱们给喝茶 找个茶楼 好好庆重庆重 行 那我先走了 好 司马书记 我想问一个 可能是不该问的问题 不该问的还问 你为什么这么信任我 让我替你去办 那个在安平 谁都不愿碰的案子 因为你是一条硬汉子 何以见到 一个不怕上司 敢于直言的人 一个不怕得罪上司 而敢于丢官的人 就是硬汉子 还有 就是看他 敢不敢碰一碰 伸张正义的事情 这两条你都做到 这两条你都做到 谢谢